原创不易,抄袭必究,湖南卫视很多热门的综艺节目,例如,举办了二十年的快乐大本营,还有十年的天天向上。 如今正在热播的幻乐之城和中餐厅等节目,还有在前不久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也是其中的一个。 如今,第二季的《向往的生活》已经收官了,原本第一季的嘉宾友,何久,黄磊,还有刘宪华,第二季就加入了彭日唱,随着第二季的收官,那么第三次也就不远了。 这一段时间就有网友在网上,分享出节目组去考察第三季的地点,那么节目组的第三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。 据媒体爆料着,第三季的地点将会在福建,除了地点之外,网友更关心的是,有谁担任嘉宾? 不过《向往的生活》,第三季,真的要如何老师所愿了? 这次节目组在福建省座考察,选择的地点是福建省永泰县梧桐镇,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,可以说非常的原生态了。 《向往的生活》三亿定拍摄地,从官博筛出的照片看,梧桐镇的环境非常好,和上一季浙江铜炉的景色相比,自然景色也被剧特色,之前何老师的愿望就是能在原生态的地方录制。 这个镇子四面环山,村子里的房子也都是很伯父的样子,这里不但原生态,而且录影修得很好,永泰当地常年的平均气温在14度到20度,永泰还是福建的最佳旅游圣地。 如果真的节目能在这边录制,相信以后永泰能吸引更多的游客,对于下一期一个节目的录制地点,刘姓华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不会再参与第三季的录制,将录制地点选择了福建这个地方。 但是谁能代替刘姓华这个职位呢?作为自然组合的节目,突然缺少了一个人,很多网友开始猜测,会不会今年很火的范澄澄, 部分的网友感觉太不靠谱了,毕竟他参加过好门这个节目,也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力。 当然,对于这个问题,顾宁思义是一位小鲜肉了,毕竟如今的小鲜肉是最能吸引流量的,而如今的小鲜肉中人气最高的,相信就是9%了。 这个组合在4月份的偶像练习生,出道以来人气就一直很高,在这几个月以来, 他们也是趁热打铁,一起出席在各地的演唱会上,如今最后一场演唱会已经结束了。 这9个人似乎都要准备搭杯的节奏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综艺节目要上,像黄明浩就参加了《勇敢的世界》, 陈立农则即将参加演员的大声,对于前不久说要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的范澄澄和碧文俊, 但之后在最新几期的录制,网友又惊讶地发现,他们没有继续参加录制了。 如果第三季的向往的生活,将由范澄澄代替刘献华参加节目,你怎么看呢?期待吗?